网页只要得宜的话 这个东西 它其实都可以透过像这个箭头 其实这个箭头还蛮好用的 你把它点下来 这上面都有DIV这个 这个其实只要什么 找到之后把它复制贴上 一个罗伯一个坑 放一奥就好了 大部分的问题 我想你要的网页大概 应该八九成应该都可以按照类似逻辑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爬下来 小部分是必须要什么 它一定要login 或者是可能要做一些 传递什么样的引述 或者session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能有一些 它就是有限制的部分 那你可能要想办法把它破解 不然的话就基本上很难抓 大部分如果是像这种 它是开放的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那再来你可以选取它 也许按右键检查 这上面都有 你应该把它复制贴到这个城市里面的后面这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一个前面是标签 后面是class 前面是标签 后面是class 这样的话一个一个 只要你没有贴错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取得了三个list 这个list指的是这个辟别部分 辟别部分 然后呢这个data1指的是现金买入卖出 而且它是一个对两个 一个 下面data2的话就是几期了 一个对两个 那还有啦data这个name里面 它后面有就是一些空白 所以你要把它strip掉 首先的话呢如果我今天 假如直接输出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输出 会遇到一个问题说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1对2的问题 然后我就想说一个对两个 一个对两个 那这样的话呢 不过我的习惯都是直接到那个什么 到exale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exale好了 我们那逻辑 因为有时候exale的好处是看得到 有的时候如果你直接在脑袋里面这样想 然后脑袋就是突然感觉好像快要爆炸了 所以VBA有个好处 就是看得到 写的话也看得到 所以它的逻辑一定是0 那下面一定是1 它index一定是这样 所以假如说我们今天01到20好了 那所以后面的话应该要什么 这边要0 这边要1 0123 所以它的逻辑一定是什么 它如果以这个前面这个当基准的话 那它跟它的关系是什么 等于它乘上2 乘上2 为什么打过一下 如果你不确定 我想这样应该 0246刚好乘2 0乘2刚好也是0 它乘上2就变2了 这边是什么 跟那个第一栏的关系是什么 它乘上2 加1对这样够简单吧 这是我利用Excel里面 把它想出来的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它一定是0123 刚刚好有没有 这个部分的话呢 刚好逻辑就完全符合什么 像那个基奇的买入卖出 买入卖出 刚好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index变成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把它乘上2 后面这个就是把它乘上2 再加1比较好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这是我想出 我想出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实现我要 因为呢 我要能够把它输出成类似像这样的话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目前还想吧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再试试看 那所以呢 如果用这个方法写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逻辑 然后呢 第一个怎么样 先输出它的上面的栏位标题 所以上面的栏位标题的话 就是这些 可以辨别现金买入 现金卖出 即期买入卖出 所以总共有5个 所以我这边中间加一个T 反斜线T 就是一个TAB键 再来的话呢 For n 好了 n in 哪里呢 in 第0个 有没有index从0开始 到那个name 因为我以这个name为基准 前面的名称 美金港币那些 那所以我就是 以它当成是最后一个 总长度的前一个刚刚好 OK 所以它总共跑回圈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print什么呢 print先把那个弊别 先把它n个嘛 所以从0开始 它先美金 那因为刚刚有讲过 我要的是里面的资料 因为有空白 所以strip 所以这部分 应该没问题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再来就是一个TAB 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 把现金的部分带过来 那现金怎么带呢 其实我刚刚讲的n n的话就是刚刚那个0 从0开始 那就把n乘上2 里面的文字帮我抓出来 OK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n乘以2加1的资料 帮我抓过来 往那以此类推 那后面的话呢 再来就是 再来DATA2 也是乘以2的资料 这换行再来就是加1 里面的资料 所以现金买入跟现金卖出 我用一样 应该可以看得懂意思吧 这样意思就是 因为它是1对2的关系 所以以后的话 我就怎样 把它乘以2 它就刚好抓到第1个 抓到第2个 一直类推 这个方法我想 看不OK 如果想跟实际上 run 结果一不一样 看起来好像 结果我们把这个部分run 一下 可以看到结果 其实呢 因为之前上课的时候 我想完之后 很多同学 还是不能理解 是这什么意思 后来我干脆怎么样 就实际上画个表格 这样表格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这是后面这个部分 它index 这个index 0123 这样应该很清楚 所以如果 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 说不定也可以用这一招 应该这已经够简单了吧 如果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告诉我一下 让我知道 因为其实程式写完之后 并不会增加太多东西 有没有 直接就是把data的第几个 抓过来 它就是根据n去变化的 ok n加1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就是 那个 外汇这部分 做个练习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完成的程式呢 云端上也有了 另外如果你这一题 假如做完了 你觉得这个 不会算 不算困难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再去找其他银行 比如说你可以去找那个像 像什么玉山 或者是说第一 赵峰 或者其他 有矿汇的那个相关银行 然后一样可以去类似 用类似的方法 去把他们的网页上面的资料抓到python里面 再来的话呢 也许可以把它再塞到那个database 也许再来做什么 做比较 ok 对 看看如果当天 算起来 哪一家银行的汇率最划算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也是可以参考 非常方便 所以可以盯着 汇率 直接就可以到python里面 那当然你后续可以再做其他应用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把那个台云外汇部分 先把它get下来 那这一题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呢 我们再来看那个 有关那个台产开展结果